我们现在要继续讲刚才提到的 如果天国等于神国 那么我们要讲解马太福音中间一些困难经文 以及马太福音的内容跟约翰福音的配合 这个我们以后要做的 这一堂重点不在那一边 不在解释 因为要花多一点时间 这一堂我先第一件事情 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怎么看出天国应该等于神国呢 这个我们要看 那至于说怎么解释那些经文以后 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马太福音讲天国的经文 马可路加都是神国 如果你把两个意义当作不同 你就会很难解释 马可路加福音 会变成很奇怪 比方说我们举几个各位很熟的例子 不必翻圣经 比方马太福音 记载耶稣传道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马可福音 在完全相同的背景 时期对象 耶稣讲神的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信福音 这个完全相同的对象背景 那么如果我们说天国不等于神国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会让听众很混饶的 耶稣出来传讲 是对相同的人 相同的对象 相同的背景 环境 却讲不同的两个国 有的时候讲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有的时候讲神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那到底悔改的人 他在想他进什么国呢 我都悔改了 那么好像我们从 这个用法相同就很难分 好 再来 还有很多很多了 那主耶稣打发门徒们 说你们去传 传什么呢 打发十二个门徒 去传天国尽疗 这是马太福音讲的 但是路加福音 就是叫他们传 传什么 传神的国的道 传讲神的国 那么这个 你把它分两个不一样 又是非常困难 同样的门徒们 被打发出去 那么如果说 天国不等于神国 那么这些门徒们 传的时候 他应该 有很仔细的分别 如果碰到犹太人 讲天国 碰到外邦人 讲神国 但是不是啊 他们都是对犹太人 因为当初都不像外邦人 耶稣说 外邦路不要走啊 那么所以都对犹太人 那么一下讲天国 一下讲神国 犹太人实在会搞得糊涂的 这是类同的理由 我们说 你要把天国神国 分成不同 就困难 那还有很多 比方说 耶稣说 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那么在马太福音 他说 天国里最小的 比约翰还大 但是在路加福音就说 在神国里最小的 比约翰还大 那么如果天国不等于神国 如果说天国 是很高层的 所以天国里最小的 比神国里最大的 还什么 还大 对不对 那这下就有麻烦来了 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说 神国里最小的 也比他大 那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大 如果天国不等于神国的话 当然天国是最高的了 那么这一种呢 耶稣基督提出一个标准 来比较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成几个 不同的标准 这也不妥 那么还有很多 我再举例说 在约翰福音 不是 在马太福音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人人努力要进去 在约翰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耶稣说 神国的福音传开 人人努力要进去 这两个都有前后 类同的一些背景 都说 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律法先知到约翰为止 这些背景都有 然后下面 马太福音 是努力进天国 路加福音 是努力进神国 所以这里 又很难把它分开 那么 再举一些明显的例子 主耶稣 讲比喻 讲比喻 在马太福音 说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在路加福音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然后天国 好像啥种 路加福音 神国 好像啥种的 天国 好像芥菜种 那么路加福音 神国 好像芥菜种 马太福音 天国 好像面教 路加福音 神国 好像面教 那么这里 都很难 去把它分开来 如果分开来 我们 所碰到的困难 比 我们去解释 那一些 所谓困难的经文 还要困难 那么那一些 所谓困难的经文 经过解释 并不是 真正的困难 所以 不要把天国 神国 因为一些 难解 经文 把它分成两个 不同的境界 那么在 主耶稣基督 有一个很明显的用法 这一节 我要 请各位看圣经 在 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 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 主耶稣 跟少年的官 对话完了以后 马太十九章 二十三节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 进什么国是难的 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 针的眼 比财主 进什么国还容易 好 耶稣说 财主 进天国是难的 下面说 骆驼穿过针眼 比财主 进神国还容易 那么请问 看起来 进神国难 还是进天国难 都难 但是 耶稣下面一句强调的话 骆驼穿过针眼容易 还是进神国容易 骆驼穿过针眼 还容易一点 那么所以进神国很难 按照这个文章来看 如果你要把天国神国 分开的话 请问进天国难 还是进神国难 好像进神国更难了 财主进天国 还不见得不可能 骆驼穿过针眼 有没有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然 我们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因为 这是 希伯来的 对称 重复用法 这个对称的 句子 是表达 相同的含义 只是用 不同的 词句 来加强 上面 所表达的含义 这个在 希伯来的诗歌用法 以及 希伯来的文学里 常有的 重复用法 所以这里 其实在主耶稣的心里 根本没有分 他没有分 他前面说 财主 进天国 是难的 接下来的意思 骆驼穿过针眼 比财主 进天国还容易 应该都是天国 一样的 不过 他特别在这里 改成神国 可见 并没有分别的意义 如果主耶稣要分别的话 绝对不是这样用了 这样用只会混饶 更困难了 所有要分开天国 神国的人 这一节都不好讲 这一节很难讲 就讲不出来了 就解释 不完全的解释 好 那么 从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我们去 看的时候 没有办法 把天国 神国 当成 不同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 马太福音 用天国呢 为什么 马可路加 用神国 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 马太福音 写作对象 主要 以什么人为主 犹太人 马可 路加 以什么对象为主 外邦人 这是很明显的 路加福音 写给一个有名 有姓的大人 叫什么大人 提阿非罗 提阿非罗 是不是犹太人 不是 他是官员 是外邦人 那么 马可福音 我们都相信 彼得口述 马可记录 发生 在哪一个城市 在罗马 在外邦社会 在外邦社会里面 要把福音 传给外邦人 那么 面对外邦人 外邦人 他们习惯的词句 是神国 犹太人 到两约之间 习惯的词句 是天国 我们等一下 就要讲解 所以 当马太写福音书 针对犹太为主的对象 用天国 他们很习惯 马可路加 对外邦 用神国 对象很习惯 这是为什么 不同的缘故 那么 其实 两约之间 犹太人 常常 用天 代替神 因为 不愿意 常常 会犯 忘称 耶和华民的 这个过犯 不愿意 直接用神 这个名次 所以用很多方法 来 取代 这个方法里面 有所谓的 神圣的被动 被动事 the divine passive 比方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论断 这个被论断 按照意义上 应该清楚 是被谁论断 被神判断 那么 不要把主词写出来 就用这个被动事 可是主词是神 这个叫 divine passive 还有另外明显的 主耶稣说 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这一切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们中文 翻成主动形态 都要加给你们 原文 是都要 被加给你们了 这是一个 passive 被动 但是 很明显的 谁来加 就是神 所以 那个主词 是神 这一种用法 两约之间很多 新约也有 这一种叫做 神圣被动事 the divine passive 一看知道 主词是神 免得 常常称神的名 会不小心 忘称神的名 那么两约之间 还有一个很通用的 就用天 来代替神 天 天的意义 就是神 最明显 主耶稣讲一个 浪子的比喻 浪子回家的时候 他心里想 怎么跟爸爸讲呢 他想的 第一句话说 我得罪了天 得罪了上帝 又得罪了你 就是父亲 那么这个天 代替神 是两约之间 常用的方法 那么论到 耶和华的国度 以后慢慢 都用天国取代 所以讲到 神的国 耶和华的国 用天国 不是主耶稣开始 不是施洗约翰开始 两约之间 犹太人开始用 好 所以当马太 写马太福音 给犹太对象为主的 他就用天国这个词 很多很多 偶尔几次用神国 那么马可路加 对外邦人讲天国 他们会搞糊涂了 是不是天空某处 一个悬在空中的天国 还是什么呢 想不清楚 用神国就清楚了 所以这是原因这里 那么再来一个问题 也许有人要问了 那么请问 主耶稣在地上 讲道的时候 他自己是讲天国呢 讲神国呢 如果讲神国 那么马太 怎么可以随便改呢 如果讲天国 路加马可 怎么可以改呢 所以请问 主耶稣讲的时候 用哪一个国 答案对了 两个都用 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情况下 他两个词都用 而且通用 所以 约翰 不是 所以马太写的时候 他可以多用天国这个词 路加马可可以完全不用 用神国 而意义却一样 这是我很简单的 把天国神国 他的意义渊源 简单这样说一下 现在问题是 到底这个天国的国什么意思 这个国 我们很容易马上想到 一个国界 我们国家的国界是什么 但是在西伯来的用法里面 这个国不是马上想到国界 国是强调那个统治的王权 在西伯来的国的用法里面 因为西伯来文的名词 很多都是从动词的字根 演绎出来的 从动词 所以国这一个字 也是从一个动词 像这个malak 它是从malak 动词 是什么呢 就是统治的意思 统管 这个国度 就是一个统管的权能 所以不仅仅是静态的范围 更重在动态的统管权能 不仅仅是神静态的统管范围 乃是神动态的统管权能 这叫做神的国 请各位要记住 神的国 不要马上想一个范围 这个是其次的 要想的是那个动态神的权能 在统管 他所创造的万有 旧约的用法意义里面 是充满这样的观念 当然不是说没有范围 范围是其次的 在希伯来的文字用法中 甚至是很小很小的 到希腊文的用法中 范围也可以包在内 神动态统管的权能 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彰显出来 所以旧约圣经 虽然没有一再用神的国这个词 也不太多用耶和华王国 有不是没有 你看诗篇里面 有用到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的王权直到永远 也有你的国度 耶和华国度用到 可是不像新约这么多 但是旧约里面 是充满了耶和华做王 耶和华统治 这样的一种观念和用法 比方说 神创造人类 其实就是一个神国最原始的形态 创造好之后 人是应该顺从神 遵从神的王权 应该让神做主做王 只要听从神的吩咐 就有一种美满的生活 反对抗拒神的王权和吩咐 那就是堕落的结局 所以伊甸园 就是一个最起始的原型的神国 什么叫神国 神统治的权柄 动态的统治权能 那么你从伊甸园看下来 一直是如此 神希望人顺从他 亚伯顺从 该赢就凶杀欺骗 以后神继续寻找 就找到伊诺 所以伊诺顺从神的王权 与神同行三百年 地上却有许多许多偏离神的道 以后再早找到挪亚 挪亚一家顺从神的王权 地上许多许多充满罪恶 背离神的人 以后神再找 找到亚伯拉罕 神就希望从亚伯拉罕 能够产生一个大国 能够产生敬畏神 幸福神 像亚伯拉罕 幸福神 敬畏神一样的子民 所以神就希望 透过亚伯拉罕 能够产生一个 他同管 他做王 做主的一个国度 一个百姓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以色列的历史 起起伏伏 有的时候尊神为王 有的时候背离神 那么连摩西 在旷野的过程 都看出以色列人 不大顺服神 还不是不大 非常不顺服神 那么少数才顺服神 以后拣选了一些人 以后在迦南地 也是世事时代 乱七八糟的 以至于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描写 当时以色列中没有什么 没有王 没有王 个人自己做王 不要神做王 不过 当沙姆尔被以色列百姓强迫 要立王的时候 沙姆尔讲过一句很要紧的话 沙姆尔说 其实你们中间不是没有王 这么多年来 几百年来 谁在做王呢 沙姆尔说 其实神做你们的王 这一节你们自己看圣经 在我讲一下给你们了 在沙姆尔记上 十二章十二节 沙姆尔真是一个语重心长 也是苦口婆心说 不是没有王 不是没有王 整个世事时代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所以神做王 在那一些虔诚人心中 是很实际的 其实不止列王 不止这个世事时代 当神拯救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 刚刚过红海 摩西做诗歌赞美神 出埃及十五章 最后一句话 摩西的赞美是什么呢 摩西赞美就是 耶和华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神做王 神做王 远超过那些法老做王 远超过地上的王 那么神做王的观念 一直在旧约里面延续下来 到了列王时期 你去看诗篇 里面诗篇的写作 虽然摆地上很多列王 很多很多诗篇都是说 那永远的王要进来 那荣耀的王要进来 谁是荣耀的王呢 万君子耶和华 他是永远的王 他是宇宙万有的王 他是列国的君王 所以称颂赞美 神做王 这个诗篇经文 你们也回家去看 讲音上所写的 就不要列出来 不但是列国 还是全帝 不但是全帝 还是宇宙万有的君王 那么一直列王兴衰 到了乌西亚王 奔的时候 以赛亚先知 看见神的荣耀显现 以赛亚怎么说呢 他说 祸灾 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子耶和华 所以在以色列 虔诚的心中 不是没有王 神一直做王 那也就是说 神动态统治的权能 这个权并 在整个受造历史过程里面 不断彰显 神的国 也就是当人 这样顺从神的时候 就实现在人间了 所以神的国 其实在整个人类受造开始 它就已经有实质的存在 因为神的同管权并没有停止 从来没有停止 只是人拒绝 人不让神做王 人自己做王 所以旧约神国显现的形态 是断断续续的 不是一种很全面性 不是一种很具体 很完整性 神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 成为大国 但是没有想到 以后以色列人 就越来越背离神 各位念过历史 以色列北国 十九个王 请问几位敬拜耶和华 一位都没有 真是可怜 拜巴黎 拜外邦的诸神 就是不拜耶和华 不要神做王 不要神做王 南国二十个皇帝 几个敬拜耶和华 八位 大半离起神 以后神就干脆宣告了 宣告什么 神借助先知和西阿 宣告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不是我的子民 给他起名 叫罗阿弥 不是我的子民 所以神就允许他们被俘虏了 不过神的计划在进行 我们第一堂有讲过 被虏的先知 他们就越来越明显的 把两个时代的观念 慢慢显出来 先知耶利米 耶利米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 神说我要跟你们另立什么约 新约 不像过去 拉着你们的手 带你们祖宗出埃及 跟你们立的约 你们离弃了所立的约 现在立的新约 律法要在我们的里面 从小到大要认识耶和华 然后提到耶和华的日子 弥赛亚临到 我们要蒙什么福呢 那个基本的罪孽得以除尽 我们不义的人 能够变成义人 然后神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要让我们成圣 他要让我们成为 他荣耀的国度和子民 所以先知就预告 神统治做王 要有形具体实现在人间 那么这一种的预言 在两约之间的里面 越来越被以色列人 所注意 所强调 所以旧约里面 主要是历史在演进 有一天 主的日子来到 耶和华的日子来到 那个时候就要更新了 就要改变了 那么耶和华日子来到 就是弥赛亚要来到 所以两约之间犹太人 都在等候弥赛亚 切望神的应许快快临到 神的王权实现在人间 那么慢慢的慢慢 就发展出所谓 今世来世这个用词了 这个用词的出现 可能是在公元前 一百年以后的事情 两约之间 从旧约得到的一个信息是 主的日子必要来到 到那一天要改变 那么犹太人的历史观念 是一个直线前进的 不像希腊的一种循环的观念 什么时候是到了永恒呢 超脱循环了 希腊的循环观念 好像春夏秋冬不断循环 好像白天黑夜不断循环 人活在历史中 就是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 等到超脱了一切的循环 进到永恒 但是希腊来的历史观念 它是一直向前进 前进到主的日子来到 这个旧的境界要过去 新的境界要来到 那么旧的境界里的一切苦难 一切罪恶要结束 新的境界里的快乐 和荣耀的圣洁的就要临到 那么两约之间的追求 以这样的一些观念 为很重要的核心 那么接下来呢 两约之间的犹太人 切望弥赛亚来到 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方式 要促成 或者说可以带来 弥赛亚快速临到的因素 那么一个就是所谓的 法利赛党 这个法利赛党是最重要的 这一些人 就是以遵循律法为主 这一些人 包括文士在内 那么这个有他的渊源 因为公元前586年 南国贝鲁 犹太人的宗教活动 原来三大宗星被砍掉两个 一个宗星是圣殿 圣殿被拆毁没有了 第二个宗星是那个祭司的 整个制度和礼仪 也被废除了 第三个就是律法 那么律法可以带着跑 所以被掳到外邦 把律法书带去 那么以后就研读律法 就遵守律法 就开始了所谓的会堂 在被掳之前没有会堂的 被掳之后不得不有会堂 所以在外邦各地 只要有十位西伯来男人 就建立会堂 研读圣经 那么有了会堂 就会有专门研究的人士 以后就成为拉比的 文士的这个制度了 那么最早从事文士工作的是祭司 因为祭司本来就研究律法 宣读律法 到了外邦之后 祭司没有别的事 就是研读律法 但是慢慢的有思想 有头脑 能够研读律法的 也加入这个行列 以后就成为文士的一个阶层 变成拉比的制度 因为有一些祭司 不一定很通律法 因为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不一样 有些祭司可能也是笨笨的 他读不来 他又不读了 那非祭司阶层 他很会读的 他就好好研读律法 抄写律法 变成传承 那么以后变成一个阶层 那么这一个法利赛主义 催促神国领导的步骤是什么 就是严格守律法 他们想为什么神让他们被俘虏 因为不守律法 要让神悦纳 让神的米赛亚素素来到 严格守律法 那么严格的结果呢 就在律法的外围 又设立他们自己的规条 因为不要违反外面的规条 不会违反里面的律法 那么外面的规条 以后越来越多 以后就变成口传 传统 这些传统 到了主耶稣基督时代 就很明显 有些跟律法冲突了 主耶稣责备他们 怎么可以规定 这个不洗手吃饭 会在神面前不洁净呢 这个洗手吃饭 请问旧约在哪里记载 答案是没有记载 吃饭洗手 当然是卫生 没有问题 但是旧约 有洗着礼 没有饭前的洗手 慢慢他们把这个礼仪发展出来 为了要表白 很多洁净的意义 不跟外邦人 不吃不洁净的动物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规矩 那么洗手吃饭 是洁净的一个礼仪 这个在神面前 内心也能够被洁净 所以主耶稣不对 入口的不能误会人 出口才误会人 我们的心 不是洗手能够洁净的 所以主耶稣强调 他们这个整个做法上的错误 那还有很多了 那么以后这些口传 到了公元二世纪 被收集成书 收集成一本犹太的法规 叫做Mishnah 米士拿 我在某些课里讲过 考你们一下 Mishnah 一共多少条法规 一共613条 613条 这么多啊 里面 有多少条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很容易记得 一共 不可以做的365条 那么 剩下是可以做的 要做的 所以365他就不是故意的 不正好 一天一条 一年365天 不过犹太人一年360天的 跟我们不一样 那么这一些规条 就是变成法利赛主义 严格遵循律法 那么这一派 他们认为违反律法的 绝对不是米赛亚 所以犹太人要杀害耶稣 认为耶稣 反而是妨害 真米赛亚来到 那保罗 也是正同法利赛人 也逼迫耶稣 和耶稣的门徒 认为 他们所期盼的米赛亚 因为这些捣乱的分子 妨害了 数数来到 好 那么这一派是主流 那么还有非主流 那就是所谓启示主义派 这个启示主义 从但以理 从以西节 所强调的超然神奇 大能的推翻外国统治 带来了以色列大复兴 那一种的思想 在两个之间很明显 明显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就切切的 在旷野 等候米赛亚来到 他们自认是光明之子 跟黑暗之子政战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打赢 等到米赛亚来 带领光明之子 打败一切黑暗之子 这个法利赛人 是很积极遵循法 不过 这一些人说 法利赛人还不够积极 为什么不够积极 因为法利赛人还住在都市里面 还受罗马政府 希腊文化的影响 他们是很极端的积极派 所以干脆离开都市 活到旷野 不受希腊文化 罗马政府的影响 希罗文化 他们都不要 他们就自己耕种 自养自足 常常有喜着礼 等候米赛亚快快来到 带领他们这些光明之子 打败黑暗之子 那么这一个近代发掘的积极里面 最有名的 各位都知道叫什么 就是古木兰社团 Current 也就是他们留下了石海古卷 在石海的西北角 那么到现在积极还在 古海石海这些古木兰社团 他们的一些建筑物的遗疾 然后山洞在旁边 那么这一个 他们是另外一个极端 等候米赛亚来到 当然法利赛主义 跟启示主义 也有一些地方是类同的 他们两个不是分这么清楚 因为启示主义的 这些古木兰社团 所谓我们叫做爱瑟尼派的人 他们也很严格遵守律法 他们也是跟法利赛一样严格 不过他们更期盼 米赛亚的一种大能 神奇降临 打败魔鬼仇敌 打败外邦 那么法利赛主义里面 也有这个观念 也等米赛亚来 打败仇敌 不过两个强调略为不同 一个是以遵循律法为主 一个是更期盼米赛亚 输出降临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 还有另外的一个派别出现 各位都知道了 这一派他们等不耐烦了 等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自己就参与了 建立神国的过程 那就是专门用武力革命 来推翻罗马帝国 他们成为一个党 叫什么党 奋锐党 奋锐 又奋又锐 他们另外一个外号 叫做匕首党 小刀子 匕首 他们这些人都很有本事的 天天没有事就练飞刀 飞刀出去 飞刀出去 那据说这个飞刀干什么呢 常常看到哪一个罗马官员落单了 落单之后就一刀过去跑掉了 暗杀罗马官员 常常这样捣乱 当然革命也有了 不过革命都没有成功 那么这些奋锐党 他们要用武力 然后认为米赛亚在他们中间 就能打败外邦的统治者 复兴以色列国 他们是屡战屡败 然后屡败又屡战 那战来战去 到最后败得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了 就一败就不起了 那是公元70年 那就是成为以色列王国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66年 这些奋锐党就革命 就要反对罗马统治 那以后打了四年战争 大败 虽然到了后来公元135年 还又来一次 但是那一次也完全失败 以后以色列人就被分散世界各地 那么这就是两月之间 期盼神的国 大家都在想办法等候 正在这个时候 旷野有呼声出现了 在约旦河 十几约翰呼喊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很多人就跑去听了 很多人就冲去受洗 要不然你想想看好远 耶路撒冷跑到约旦河外 还是很困难的路 下坡 下坡好几百公尺 到了荒野 不容易的 不容易 不幸的话 你跑到旷野去喊 看谁去 谁去受洗 没有的 那他那个时候 大家期盼天国来到 神的统治 神的王权临到 所以很多人就去了 去了以后 以后成为主耶稣先锋 介绍主耶稣 那么以后主耶稣继续传讲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幸福音 不过 主耶稣讲的天国 跟犹太人所期盼的 就很明显有不同了 那么今天没有时间了 又到这个要讲到了 又要请你们赶快跑了 那么我下一次就要继续讲 主耶稣讲的神国 他重在人的心灵层面 今世 今世 在心灵层面 打败魔鬼的统治 神在心里做王 到耶稣再来 在整个普世完全的实现 但是以色列人期盼的神国 现在就打败罗马帝国 外邦的仇敌 以至于将来越走越远 所以耶稣呼喊 神的国尽了 神做王统治 在人心里 让魔鬼全是败王 神在心里做王 带给人神统治的生活 带给人神统治的福气 就要实现了 已经尽了 要悔改 接受这个福音 我们下礼拜 再继续 我们下礼拜 按 toggle 我们下礼拜 我们下礼拜 保护